哈喽哈喽 大家早 今天星期六了 周末愉快 今天起了有点晚 比特币昨天就是到了趋势线 主力变支撑反弹了一波 然后昨天你可能觉得 哇好可惜啊 没有抓到是不是已经错过这次机会了 所以今天分享两个可能可以接多 可以考虑接多的level 然后至于进步进场你们自己做决定 然后我也会给一些就是 我对于这个止损的概念应该设在哪里 好 第一个我们值得关注的是这条趋势线 就是前天的高连昨天的 前天的低连昨天的低画一条趋势线 来到这里可能市场就会从这里反转上去 这个level应该在49,400左右 很接近现在目前的价格了 假如这个level被打破的话 也不用担心 就是说他可能只是去一个比较深的支撑而已 就看下一条线就这个 然后这个在昨天说的level 48,000左右 两个可能性我们就看吧 市场有时候不给机会 直接就是在这个高的趋势线上直接反转了 如果给机会他下破的时候 你也不要慌 等待真的48,000左右 可以考虑去接多 最极端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要走一个鲨鱼 回到这个x点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差不多回到46,800 可是我觉得这个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他这边已经拉伤了 所以牛市挺强的 所以要等他回到去完成这个鲨鱼 我觉得几率有点低 但也是有可能发生三个几率 三个可能性 然后止损设在前低以下 46,400以下安全 实在太紧的话 你在这里进场48,100 你直接把止损设在前低48,300 你很可能这一波下来你会被打止损 所以你这次如果要追多的话 我建议就是你的仓量调小一点 你的止损要能够承担到46,500左右 这里才安全 这个是比特币 说得过细了吧 以太坊 昨天又破了 去到4,000块了 如果我们根据这个 我说了很多次的鲨鱼形态 它的反转区在4,080 所以它还有一些上涨的空间 代表一碰到这里会直接失败吗 也不一定 为什么我这么说 我先讲一下 这次鲨鱼它的A跟C点 这波全部都是在平线上 所以它不是那种最标准的鲨鱼 这种情况我看到在ADA 看到在SO 是不是ADA ADA我看到 然后还有几个B 好像是KSM也是类似的 这种B就是很强很强 三底反弹 然后它的A跟C的距离 也没有很明显 没有一个113 所以我是觉得它是还有可能 会来到可能4080 来一个小调整继续上坡 我有那种感觉 今年B阶 应该下半年还是会挺不错的 至少多几个月的牛市 对 会不会破历史最高价4,380 我觉得概率挺高的 但我们也不要当算命老 就是先到达这个鲨鱼的完成价4080 看一下反令 我应该不敢去空谈 可是它如果调整回来趋势线上 我还要继续的解脱 因为我要顺着这个大趋势去做单 不是每一个和谐心态你都要进场的 有些是这种大牛市的时候反趋势的 逆趋势的那种就高风险 可能你们要谨慎一点 这几天很多人玩空 他们没有赚到钱 但我一个空都没有开过 为什么 因为我就知道空单风险比较高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习惯 然后你们可以试着考虑 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交易 都没问题 这个是以太坊 说一下手上的单 一个在浮亏的是死狗狗币 但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ABCD完成 它这边徘徊一段时间 可能它下来这个趋势线上 2毛9 2毛8左右 所以这里又要反弹一波了 我觉得狗狗币要跑了 只是迟早的事 它要么直接从这里跑 要么就是下来这里先 2毛8分5 给你去飘吧 反正我的子孙在2毛6 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觉得狗狗币 这个有翻倍的一个可能 可以看日线 有一个鲨鱼在6毛7这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翻倍的 我会坚持住 2毛6不打破 我继续拿多 昨天评论区 你们有看到我发的ICP吗 先讲一下 没错了是这里 我看到ICP反弹的时候 我就说这里可以考虑了 应该要起飞了 所以我也是在差不多 68左右买入了 现在70块了 破了 终于跑了 今天这个黑马 终于抓到一只毫码 有时候玩这个币 好像在悬马一样 有些币状态很好 有些币状态不好 可是有些还是会有黑马的 突然爆针爆拉 今天ICP可能是其中一个 这个币跟随了很久 然后是坎林老师也挺喜欢的 他跟我说这个币可能至少去到120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计算 我来看一下日线是不是有一些线索 这个币其实历史最高3000 太夸张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回到这里 但一些小波动去到一些 我看一下4小时 好难画图 因为这里看一下 这里是XA 这个真的无法画图 这个就是纯粹 我是以回到支撑 然后去接多的一个策略去做多的 今天早上差一点回到也是 上涨了 如果你们还没有进场的朋友 也不要注意了 因为涨了很多了 今天涨了百分之多少 今天涨了百分之七了 所以只能说等待他再次回到一些支撑 我们再去接多吧 看多 然后卡尼说120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算到120 那我就先坚持吧 120也不错 我手上有一堆是乌龟 埃丽丝一直不跑 这个是一个加特里 加特里测试一次两次第三次的 今天可能要跑了吧 然后希望他成功反弹 埃丽丝我的目标我也是还没有设 可能也是 可能搏他翻一倍 这个上市的时候 那个价格有到达多少 有到达60块 去到30我也爽 做我好运 AXS我就不说了 昨天他可能要再下来给我机会的 AXS 昨天我在71块半我出厂 你看我去出厂的价格多么的准 在支撑出厂 为什么我出厂 因为我去搏他 可能会完成一个蝙蝠 我就自己弹心 我要再70块再次的买入 但没有下来直接上分了 今天又不错 又下来一次给我机会了 AXS关注一下 我是以加特里进厂的 加特里进厂 然后二次测试还没有到达 今天我觉得可以等待这个 有没有去15分钟 可以考虑 这一波上去是要4要4下来 要6要8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运气 但如果他再次回到71块3左右 这次又完成鲨鱼形态 OK 这里这个level我会考虑去借多 小鲨鱼 如果回来这里我会考虑71块3 然后如果买入的话止损 我觉得就设在前低以下就好了 前低我们就拿这里 67块左右应该足够 OK 这个是AXS 祝我好运 还有什么要说的 有人知道很喜欢分析DOT DOT上奔了 这个很像以太坊一样的 要等他回来好像没有什么机会了 所以你们可以考虑 就是以这些比较斜的趋势线去做基础 去做一个考虑买入点 这个level 如果来到这里没有下坡 可能从这里上奔 OK 这个是DOT 如果下坡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来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来到27 但来到这里的话 应该是一个无脑的可以买入 挺不错的 OK 还要讲什么 Falcoin今天也是上奔了 Falcoin 昨天想要等他75G多没有等到了 所以那天在这个趋势线上买的 恭喜你们 然后希望你们有坚持 除了Falcoin以外 LTC跟那个BCH全部都上奔了 所以买到好的价格有时候也不要太弹 就是拿着止损设好 止损设好 不要去管他了 有时候他来一些小调整也不要被吓跑 然后他要拉的时候就拉得很猛 OK Falcoin就是这样 应该要继续破新高了 100块很快要到达了 OK LTC也是一样 昨天本来想要说有没有机会给我在这个level 接多170亿 没有了 他直接上奔了 错过就错过了 不要去那种FOMO 然后去乱追 市场今天不给你机会 明天不给你机会 下个礼拜也是可能会给你机会的 下个礼拜不给你机会 后个礼拜还是有机会 这个市场24期的 是一个妖艳的市场 主流币不给你机会 那种垃圾币也是给你机会的 在收入绕口令 所以LTC错过了 BCH也错过了 OK 昨天本来要等他回来 这个支撑反弹也没有注意到 但我手上上个币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我有那个爱丽丝 有ICP ICP今天也70亿了 挺不错的 可以还要说什么呢 EOS讲一讲也是 EOS也是上奔了 其实这些比较传统的币 有点历史的都上奔了 这些都等不到 然后等不到也不要去追他 如果有回到一些趋势线支撑 考虑一下 可能他调整一下回来可以考虑 不要追高 每次回到支撑接多 也不要去做空 把扩空真的危险 昨天如果你做空 比特币可能你赚钱 你做空其他的币全部亏钱 应该是的 OK 很多人叫我讲这个平台币 叫FTT 我也讲一讲 这个是FTX平台的平台币 然后也是挺牛的 然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接多 我只能说他可能会在这边徘徊着一段日子 他这边是一个三角形或什么形 齐形三角形 你们要什么形都行 可能上破后可以追多 这是一个可能性 讲一个比较不可能的 就是一个形态 XABCD 我不知道他可能走一个蝙蝠回到47 真的回来的话 这个level真的很好去接多 但我觉得回来的几率是挺低的 所以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这个可能性 OK 这个RUN也好像不错 他回到支撑了 昨天说的这个RUN 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这个币 但回到支撑就是值得考虑的币 然后如果你买入的话 你的支损要在前低以下 可能在9块1以下 可能就比较适合 OK祝你们好运 如果你们要接多的话 我在考虑中 等下这边站稳了 好像开始反弹 我可能会考虑 比较安全是等这个趋势线打破 再去买入可能会更安全 OK 这个是RUN 也不知道说什么 TITA有人叫我说 我记得留言区的我还记得有一些 OK TITA这边鲨鱼反转上去了 然后也是一样 就是已经很高了 也不要去追 但如果他给你多一次机会 回到这个趋势线上 可以考虑 OK 我从来没有说一定要买入 但我都说 有些level 什么level可以值得考虑 最终决定权在你身上 我这边是唯一的官方 不带单 不跟你卖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个什么平台 OK 好 TITA等回到趋势线上 可以考虑去接多 视频应该差不多了 今天 A的 我等接多 还没有接到 可能差不多要接到了 OK 等他再下来 再2块9左右 再一次回到这个level 如果给我一个机会 我可能会去接多 这个是大牛币 我觉得风险挺低的 值得考虑 OK Matic 昨天也是下来 也直接 OK 这里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会出现一个形态 Matic 他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个蝙蝠 回到这个反转区 所以如果他再次回到1.34以下 我可能会考虑去接多 如果不回来我就不去管他了 不理他了 有这个可能Sigmatic 然后ENJ这个乌龟也是很慢 然后也是有可能再次回来 可以这里可能走一个ABCD 可以ABCD回来这个level左右 可能在1块9毛5 1块9毛6 ABCD回来我会接多 如果不回来我就不理了 这个是加特里2次测试反转区 在1.9596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反正有下来我就会考虑 还要说什么 该说的都说了 ETC牛市 昨天说过的就是回到趋势线可以考虑 所以等他回来吧 有点乱了 不好意思 删掉 OK回到趋势线上站稳的话 可以考虑 好了最后一个应该说什么呢 就是TRX上破很牛的币 然后昨天也是想要等支撑等不到了 所以这种币就真的难抓了错过了 可能就看这个趋势线吧 OK如果回到这里站稳9毛8左右 可能从这里反弹 刚好这里也是之前的支撑 好了那我今天就说到这了 祝大家好运 然后有做ICP的朋友 你们可以不用捐我钱 但你们可不可以评论 点赞分享 好不好 OK谢谢你们 然后明天讲外汇跟股指黄金了 明天不讲币了 不要求我 我是不会说的 除非 一个除非 最近的点赞都是在100左右 都在100左右 你们给我200个点赞 跟100个评论 我会考虑明天做视频 好了就说到这了 祝你们好运 拜拜